正所謂有塵豪的地方就有咖啡 來日阿姆出席活動 帶齊工具即場為大家手沖咖啡 阿姆說再次榮升時帝後 多了不少工作 那不知出售價會不會都水漲船高呢 不是的不是的 我反而是這樣說 有了時帝的確是多了工作的機會 但是酬勞就不會 因為坦白說 其實現在的市道剛剛好一點 我也是跟大家都說同樣的東西 就是珍惜每一個工作機會 盡量做好它 不是講求突然拿獎後要加價 我自己不是那些人 基本上就是 那慶祝活動完美了嗎 差不多 會做一點點 吃飯、見面、聚會一下 會不會跟粉絲聊天 會呀… 會想要教育 其實有的 基本上我們已經約好了 阿姆跟太太陳一味 經常在社交平台分享日常 阿Mo說在太太的調教之下 自己的拍照功力進步了不少 不過他們大姐的拍照技術 似乎就有待加強了 我看你最近兒子 幫你拍了一些很有藝術感的照片 對嗎?大姐 是呀 斬了媽媽的頭 對呀… 大膽呀 你知道小朋友拍照 他們不是很像大人一樣 懂得等焦點才按 他們不是 他們看到就已經按… 十會有幾張是這樣的 但有時我們父母看 小朋友拍的照片 有時不完美 我都看到可愛 因為始終是來自 我們自己的小朋友手裡 我知道為何他會這樣拍 為何某些東西 但我覺得這個 都是一個學習過程 但我會珍惜他們 這些學習過程的東西 很快就到農曆新年 阿Mo說因為過年前 已經要開新劇 所以今年會留港倒稅 不過早前他已經趁家其帶一家人外遊 享受天輪之樂 剛剛在去年年尾 就跟我媽媽有哥 還有太太 還有幾個小朋友 就去了一個長途的旅程 我們去了歐洲 我們去了普通亞 還有巴斯洛納 他們喜歡嗎? 喜歡 這次就辛苦一點 因為很多行路 加上他們的袋子又重 大家背著重東西的話 行足成日 變成了其實對他們的訓練也好 而且對他們這次 表現都挺不錯 我挺滿意的 就是要他們自己去 背反自己的 絕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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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了 絕對 就是不可以說 歹方什麼都做了 大個兒子 大個女兒 全部開始學會責任